今天用印度煎饼来做简单好吃的香蕉酥 一定要收藏食谱因为真的很好吃 当早餐或下午茶茶点也很合适哦 准备印度煎饼和香蕉 香蕉要熟得比较甜 印度煎饼取出带软 压平印度煎饼 香蕉用叉子压成泥状 四角向内对折折成性风状 用叉子在饼皮上插出洞口 涂上蛋液放入气炸锅 以180度气炸15分钟 香蕉酥就做好了 很香呢 看那金黄色则好漂亮 把这个食谱学起来 简简单单就有好吃的早餐或下午茶茶点了 外酥内糯香蕉很甜和饼皮很搭 真的太棒了 没想到随便一卷就能做出美味小点心 一定要做给家人吃一起分享哦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食谱分享 还没关注我的朋友也考虑关注我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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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您的观看